中国戏曲微电影海外征集传播共享联谊会 新闻发布会在美国国家电视台演播大厅召开 随着新时代新媒体更高的娱乐要求和文化要求 戏曲微电影是一种符合于时代的传播手段 未来将通过制作中国戏曲微电影 设置和保存更多中国优秀戏曲传统节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开创中国戏曲电影的新时代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支持传统戏曲传承保护和发展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能力 中国戏曲微电影海外征集传播共享联谊会 将组织力量进行微电影戏剧电影拍摄 对传统优秀剧目进行推广 目前中国戏曲微电影海外征集传播 共享联谊会新闻发布会 在美国国家电视台演播大厅召开 发布会上北京相应相酬电影院县董事长 戏曲微电影评委会主任梁汉森介绍了中国戏曲电影 在近几年来所做出的突破和进步 中国戏曲电影可以很好地把中华文化优秀核心价值 忠孝节替礼义廉齿很好地展现并传播出去 随着新时代新媒体更高的娱乐要求和文化要求 戏曲微电影是一种符合于时代的传播手段 中国戏曲微电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 它是相对于戏曲大电影而言 它是戏曲微电影 微电影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三十分钟 十五分钟 十分钟 五分钟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设定呢 因为我们的大电影可能不要在电影看 而微电影它通过手机 我们更重要的 通过手机来传播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 只要是关心到我们的戏曲的 不管是人和事 唱腔优秀的唱腔优秀的唱诞 优秀的演员 凡是与此相关的 有戏迷票有等等的内容呢 我们都可以放到我们戏曲微电影平台 我们把戏曲拍成微电影 拍成这么多这么小的一个微电影 快捷方便地传输给我们当代的年轻人 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华人的声音 了解我们的戏曲的声音 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 通过制作中国戏曲微电影 设置和保存更多中国优秀戏曲传统节目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法之一 利用中国戏曲微电影大赛这个平台 能够激发大家拍摄戏曲电影和传播戏曲电影的热情 让更多人通过中国戏曲电影 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架起世界文化互通的桥梁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做出贡献 为世界各国人民奉献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食粮和人文智慧 那么大家知道对于京剧和戏曲对外推广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可是它呢作为一个创新一个方式 用微电影的方式将所有的戏曲把它变成微电影 这样呢便于大家对京剧的详细的了解和观看 比如说你在手机在电视在电脑都随时可以看到 京剧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所以这是它特意到美国来推广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所以我们也为这个梁老师和他推广京剧这方面 做一个很好的平台和配合 希望这项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